报 华千古 真正的艰难还都在后面 拜见尊上 都起来吧 身事可都调查清楚了 回尊账 都查清楚了 共十一人 十二个才对 多加了一个 进来吧 弟子孟学老 拜见三尊 这是今年长流特招进来的学员 作为今年第十二个学员 十一 给他安排一下吧 是 你站那边吧 是 中文字我 员 你们一个一个上前 把血滴进验生时 验生时 说一下啊 每一位长流的学员 在入门的时候 都要在自己的验生时上滴血 这样呢 验生时就会记住你们的身份和来历 以免奸细混入各派 二来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的话 验生时会闪烁市井 这样师门也好派人相救 如果你们的验生时光亮熄灭的话 那我可就不用多说了吧 第一个孟贤朗 花千谷 你们既然进入了长流的门下 就应该遵守长流的戒规 如果有犯错的话 严惩不待 弟子明白 我还有一事要宣布 今年尊上将要招收一名入室弟子 你们谁想成为长流掌门守徒的话 便要加倍努力 在仙剑大会上夺魁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师兄 收徒之事我自有打算 为何要替我擅作主张呢 子华 历代长流掌门的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以前你随意任性我不管你 但现在你是长流的掌门 你要肩负起光大长流的重任 掌门师兄 诸事凡身 收徒之事也不必急于一时嘛 缓一缓 缓一缓 不行 此事万万不能再拖 掌门守徒必须尽快定下来 长流山的大小事物 也好多一个人帮你分担 你千丈的女儿 倪曼天 仙姿看来不错 子华 假订 做了 味料 我们现在知道 解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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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节非灾非难 能否化解脱此厄运 全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资华的验生时性质终正 到时候会发出警示 你轻点 疼死我了 什么狗皮膏药啊 比三生池的水还疼呢 换一种药吧 柜子里全是我们 蓬莱的灵丹妙药 你就忍耐一下吧 十一师兄说了 三生池的水比较特别 会留下疤痕的 这种药呢虽然疼了点 不过一会儿就会好了 而且不会留疤 千古 你说这三生池的水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嗯 我也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 只有绝心池的水 有一点点异药 其他池的水 喷完起来可舒服了 哦 哎 我渴渴了 给我倒点水 嗯 好 你说你这前两关 你都已经是落后的了 这一关 你倒是加分不少嘛 那些长老啊 都对你观目相看 不过你得当心了 嗯 当心什么呀 当然是当心别人妒忌你 排挤你 然后背地里陷害你了 怎么会啊 怎么不会啊 你想想啊 长老啊 他们都那么看重你 所以大家 当然对你羡慕妒忌了 再加上三生池的水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说好听了 你就是无欲无求 说难听了 你就是头脑简单 不欺负你欺负谁呀 大家都是同门 不会这样的 来 小心烫 你以后就知道了 虽然说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 你未对人好 只会被欺负 不可还好 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是啊 幸好有你保护我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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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山因此被灭门 秦虚道长也因此而死 小谷 你在干吗呢 我在被昨天十一师兄交给我们的口诀 我担心一会儿上去一紧张就鬼忘了 那你慢慢练吧 我赌掌门手图是你满天 我赌尊少汇收朔方为图 你输了你围着长六山跑十圈 我要是赢了你就围着长六山国五圈 成将 我觉得掌门的手图啊应该是他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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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长流特招生 实力肯定也不容小觑 嗯 木星老 这八大门派 你当子出自河门河派 竟然不用考核就能进长流 我 我哪一派都不是 我就是一个平凡普通人 不可能 多少法力高强的人都想进长流 最后都被淘汰出局了 是吗 原来长流山那么厉害啊 你少中算了 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 好 彭来你漫天 请自降 别别别 我这个人 从来不跟一个弱女子一般见识 你 十一师兄来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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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家排好队 今天的第一节课 我们先从御剑术的基本功 开始学起 我们要用念力 把剑从地上升起 你们每个人来这儿 领取一把木剑 花签谷 是吗 是吗 我就走了 失忆师兄 这把剑为什么这么重啊 这叫海宣木 只生长在海里 比玄铁还要重 那这把剑能飞起来吗 口诀大家都记住了 用意念控制木剑时 一定要凝神俱气 千万不要分神 心里默念口诀 大家都明白了吗 明白 好 我们轮流试一试 双方 你先 小子 太恐怖了 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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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 你去闭嘴 你去闭嘴 闭嘴 你去闭嘴 你去闭嘴 闭嘴 你去闭嘴 这闭嘴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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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木槿啊 你都控制不了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 滚人之处呢 真不知道你怎么进得长刘 我说那什么天 我自己可从来没有说过 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再说了 这把小小的木剑 根本拿不到我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丢人现眼的 你说你一个凡人 资质又这么差 你还来修仙干嘛呀 小五 我敢打赌 他到仙剑大会之前 都升不起来 我看不然 我觉得呀 他到仙剑大会之后 能让木剑升起来 这是你说的啊 那咱俩拿赌 如果你输了 你给我洗一个月脏衣服 又是我赢了 你给我端一个月的饭 好 你们两个不好好练妾 在这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小心被罚 吓死我咯 什么时候你漫天大小姐 也能替别人着想了 明儿太阳啊 得从西边出来咯 你给我闭嘴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什么时候连到你们 欺负花钱谷了 原来花钱谷 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啊 欺负花盟 霖小姐 嗯 有 你说 你是跟我作对呢 还是作对啊 你是谁 是你呀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在这儿捉躯躯呢 要不你跟我一起玩吧 谁跟你一起玩啊 我还要练剑呢 你叫花千谷吧 怎么了 我叫孟玄老 咱们两个呢 也算同病相连 你不要这么认真吧 难不成 你也想弄个掌门的徒弟来当当 我 不管怎么说 我既然决定进长流拜师学艺 我就要好好练剑努力修仙 反正我不是自觉自愿 来长流山学仙的 那你为什么还来啊 那要不是我父 我爹 我爹他逼我来的 而且呢 我觉得来长流山 可以离开那个讨厌的地方 要不然到哪儿都有人跟 嗯 你呢 我 你来长流山学艺是为了什么 我 我 我 其实是为了一个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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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书香阁登记处查过了 长留八千弟子 没有一个叫莫兵的 一个也没有啊 没有啊 连已逝的弟子我都查过了 的确没有这个人 怎么会呢 明明说上了长留山就能见到他的 千古 他会用什么化名吗 你 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 或许我还有印象 他 他 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了 不记得了 怎么会啊 或许真的像他说的 有缘才能再见吧 十一师兄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千古 你不用跟我客气了 我们都是同门了 唐宝呢 唐宝去哪儿了 唐宝 唐宝现在在寝室 跟亲手玩呢 哦 那 那我改天去找他吧 你好好休息 嗯 多谢十一师兄 嗯 莫大哥到底在不在长留呢 如果在的话 应该会住在 西殿 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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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谁啊 拜见尊上 尊上 弟子刚刚认错了人 以为尊上 是我要找的一个朋友 所以 你才刚入长留 怎么会有朋友呢 他 他在的 我知道他一定会在这里的 你来长留 就是为了来见他 你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 是易小军 但如果你的朋友 不在长留了 你师父就离开长留 不会 当时来长留 我确实是为了他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我发现 我真的喜欢上长留了 我认识了好多朋友 我很快乐 长留就像我的家一样 如果离开 我又会变成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我希望 能够永远留在这里 你为何一定要见到那个人 为何要如此执着呢 是啊 只要我知道 他现在过得很好 见或者不见 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已经将预见飞行的口诀 传授给了大家 大部分的人都学会了操作木剑 接下来 我们就真正地预见飞行 太好了 终于飞飞了 可是我练了很久 才把木剑拿起来 好好练 花千古 孟宣老 你们两个先到一旁 把预见术的基本功练扎实 好 好 千古 你先来试试吧 嗯 娘 加油 加油 千古 飞起来 飞起来 飞呀 再集中意念 飞呀 没关系了 我们再试一次 一 二 三 开始 加油 加油啊 飞起来 飞起来 飞 没关系 你先休息一下 我来试试 进来 哎 啊 成完 啊 啊 嘿 哎 cortisol 我能让木剑飞起来啦 哦 好厉害啊 哎 哎 我怎么就不行呢 哎 哎 哎 hed 哎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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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 孙上 拜见 孙上 都起来吧 谢谢 孙上 孙上 不知前来有何事啊 我来看看新晋弟子 他们的练习情况如何 今天正式练习玉剑飞行 这批学员基本功都很好 都已经学会了 火星 飞一次给孙上看 是 孙上 还是我来吧 你 我 你来试试 御剑飞行 回 回尊上 我这把木剑太重了 我还不会操控 这是一把普通的陶木剑 你试着让它升起来 我稍微挨 哥 我能买完 Tun knowing 我 Joy 我 taş得了 厉害检 揭门 resolutions 学不会遇见飞行的话 就离开长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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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初始 灵阴 破旺 支威 一旦过了支威的阶段 就可以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甚至你可以听到 对方心里的声音 你睡得好香啊 叫什么名字 对 对不起师尊 弟 弟子花千古 花千古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 用不着听我这老头子讲课了 既然如此 我就考考你 你把这各派中证明身份的 公务给大家介绍介绍 公务 是什么呀 云队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说不上来了吧 说不上来就把这书抄它三十遍 还好我看过六界全书 回师尊分别是 公语 公玉 公时 公花 公灵 公墓 看来你还知道得真不少啊 本来今天老夫打算给你们大家 来讲一讲历史 看来我不用讲了 你就给大家说说吧 回师尊 弟子真的不知 还请师尊赐教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我这就说话 长流 立派聚集 已有两千二百八十三年 乃修仙第一大门派 长流山原地处极西 为抵御七沙派势力 以宜山倒海之力 迁徙东海之上 七沙原与我长流同属一脉 其创派十足 曾与各派 联手 封印洪荒之力 其二代掌门法力高深 自封圣君 与各派商议 希望汇集十方神器 释放洪荒之力 各派首领认为洪荒之力 过于巨大 若被各人掌握 就无法制约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七沙圣君 师徒 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 其他各派先发之人 杀死了七沙圣君 并合力绞杀其屠众 七沙与各派 最终 皆为世仇相互攻伐 住口 一派胡言 想不到咱们和七沙派之间 还有这么一段啊 我也不知道 你 竟敢噎造事实 污蔑长流的清白 我一定要把你交给三尊处理 你 你跟我来 师尊 千古 千古 汪大哥 先别冲动 走走走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好 大胆花千古 竟敢在课堂上信口胡说 毁坏我长流的声誉 敢问世尊 弟子可有哪里说错了吗 你 不要狡辩 快说 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 原来 这些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快说 毁世尊 弟子 弟子 这些事尊 是从一本书中得知 书 什么书啊 是 是 是六界全书 那这本书 你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本书 是清虚道长所写 然后赠给我的 一派胡言 清虚道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 好 你倒是把书给我呈上来 本尊让你呈上来 还愣着干什么 还望世尊恕罪 对 六界全书 乃是蜀山之物 里面记载着蜀山剑法 还有一些其他 各派的机密钥匙 实在不能给万人看 笑话 你以为本尊是要窥探他什么道法秘籍吗 他十个蜀山加在一起 我长流都不放在眼里 你满口的谎话 定是昏入我长流的七杀奸细 世尊 弟子不是奸细 兄弟 这本书 真的是从清虚道长那儿得来的 你还在撒谎 来人 将花千古示意掌刑 看他说还是不说 笑话还是不教 师兄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要妄下断乱 清虚道长死的时候 花千古人确实在树山 那又能说明什么 先不说这本书存不存在 就算是有 清虚道长又怎么可能随便交给一个黄毛丫头 事关我们长流的声誉 却被这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轻易地说出 事件 明说还是不说 或许多不会遮好 你心里 什么事 理解 品质 老千 少要做什么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好 尊丑 尊丑 我求求你 我真的不是奸细 可是你确实还是有所隐瞒 这瓶药可以缓解你身上的疼痛 我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若你还是不说的话 我也保不了你 尊尚 也不知道千古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花千古被杖刑五十 还被三尊关进了牢房 你慢听 千古平时对你挺好的 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啊 对 救救救他吧 你们瞎操什么心哪 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 不管花千古犯了多大的事 只要我爹出面 怎样一定会网开一面的 孟大哥 你去哪儿啊 我要找师尊问 千古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先别冲动啊 我们大家商量商量 商量有用吗 我可不像有些人 只会耍嘴皮子 却见死不救 要看好花千古 是 弟子蒙绝朗 拜见师尊 你来做什么 师尊 花千古肯定不是奸细 为什么要受杖刑官烟啊 不得无礼 还不快退下 孟玄朗 你作为普通弟子的身份 留在长流 就做好普通弟子的本分 至于我要罚谁 这不是你该问的 也不是你管得了的 我只知道 这世间都要讲究一个理字 你有证据证明 花千古就是混入长流的间隙吗 想不到 堂堂长流还要驱打成招啊 孟玄朗 竟敢对师尊无礼 立刻去谢吕阁领罚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啊 如果我不告诉尊尚事情 我就不能留在长流了 可是 可是我告诉尊尚事情 我还是不能留在长流啊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啊 华千古 华千古 让你这么拼命守着的 到底会是什么秘密的 你怎么办呢 尊尚 尊尚 你可想清楚了 好 花千古 你真的是蜀山的掌门吗 是啊 那 轻絮到掌灵中之前 将 将蜀山剑法 还有六界全书 掌门宫语 都一并嘱托给我 请我暂待掌门一职 胡闹 身为蜀山的掌门 却又是长流的弟子 称何体统啊 我 花千古 你不能再留在长流了 赶紧下山去吧 尊尚 我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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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山清虚道掌 恐怕也是临危所托 各派之间嘛 应当守望护助 我觉得 咱们长流 有责任帮这个忙 可是 若是让外人知道 这蜀山的掌门 是我长流的外门弟子 那不是乱了备方的吗 蜀山长流 那是同气连枝啊 蜀山现在因为保护双天恋 遭受了灭顶之灾 那花千古也是临危受命啊 他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吧 所以啊 我们还是暂且收留花千古 你放心 我会通知蜀山那边的 晚两天也不迟 子华 花千古是走是留 你说 蜀山掌门还是长流弟子 你只能选择其意 另外 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 啊 啊